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是卷佛陀的独生奔怀 将生与死转为道用 你的父母兄弟儿子与配偶 皆如同过客一般 你们不会一直相聚不离 因此要舍弃攀着 要节制女伴 因为这是轮回的根源 这点是很重要的 此事一切的成就 领域和奢望 是散乱与障碍的成因 因此要舍弃 对此事的全神贯注 并与世间方法完全断绝关联 这是很重要的 心就如同一匹未寻服的马儿 狂野地奔跑在 它欢喜的任何地方 因此要时时提醒自己 保持正念觉察 一切求取成就的努力 和企图被野心的神所细服着 因此要让你的想法 与原处情境 远离蓄意 努力与野心 这是很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要确信 自信的空性 与无声本质 但是超越了要获得火火 和会堕入轮回子养症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三声 法身 爆声 华身 如果你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可以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拍手 对闹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音镜与点栏目 一、在根的阶段 三生即逝体性、自信和展现 二、在道的阶段 三生是乐、明、念 三、在果的阶段 三生是佛果的三生 一、远离造作 具足二十一组正悟功德的法身 二、自信和光 且具足各种圆满相和随行好的法身 只有出地以上的菩萨才得以请见 三、还有展现为亲近和不亲近众生 都看得到的形象的化身 三昧耶 金刚称修池中的神圣誓言或誓愿 三昧耶 三昧耶包含 鱼外要与金刚上师和法友保持和谐的关系 鱼内则是不宜于石修的相续 三昧耶 三根本 上师、本尊与空情 上师为加持的根本 本尊是成就的根本 空情为事业的根本 三昧耶 三昧圣 菩提心的苏圣前行 理念的苏圣正行 以及回向的苏圣结行 也被称为三善 字幕志愿者 仓库 上师 连师说 金刚上师为道指根基 是具备三媚耶 与世界之亲近行持的人 圆满的学士是他的庄严 透过思维而能明辨学士 透过禅修而拥有体验与证物的功德与表征 并能以大飞行来射受地子 简言之 就是具有正见与纯正悲心的人 色界 介于欲界和无色界之间 是轮回中较为妙神圣的境界 此处嗅觉 味觉与性器官 是不存在的 那里的众生 永有光深 长寿 而且没有痛苦的感受 有害的心锁 诸如执着的 是不会神奇的